同甘理題目 他說某校針對120個學生 屬其打工的時薪 編制了次數分配表如有 就是這個表 試回答下類各問題 第三組的下限 1 2 3 這第三組 第三組下限 90塊 好 第五組的上限 1 2 3 4 第五組上限是110 第五組 1 2 3 4 5 這一組 這一組的話 上限應該是120元 剛剛找到第四組學 第七組的次數 這是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第七組 第八組 第七組 他的次數 第七組的次數 第七組的次數是9 九十月以下 這兩個這相加是49 這兩個相加多少 14 74 這兩個相加多少 12 92 相加多少 106 115 115 125 120 他說呢 時薪 少100 少100 有49 49 他人數的話 有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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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那時薪不少於130 那就應該說以上次數分配 以上累積次數分配 以上 這個多少呢 這個是 這多少呢 就是 150以上怎麼樣 140以上的話 是5 那130以上就加起來是14 那這多少呢 14再加14 28 28 28加18多少 46 46加25 你是71 71加22多少 93 93加這個的話 應該110 再來的話呢 是70以上的 就全部 全部是120 他說呢 不少有個大於等於130塊 大於等於130塊 這個是呢 大於等於120塊 大於等於130塊 所以是14人 時薪呢 大於等於130塊 有14人